我真的都計劃好 我們到東京的第二個晚上 我會帶你去東京鐵塔 其實一個工作最重要的東西 不是你在這個行業待了多久 而是你有多大的熱情 尤其是你幾十年來 你都在一個你喜歡的領域裡面 當然那個驚喜每天都會發生 你每天都用一個新的東西去對待它 你就會遇見驚喜 驚喜就會來找你 我每部電影我都會看完以後 我會列一個清單 然後我大概會花個大概一個禮拜 去找這些聲音 剛開始新電影的時候 最喜歡蒐集環境音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外雙溪 我還記得說在哪個橋底下 我去錄它的那些流水聲 在哪個山頂上整夜沒睡 然後抱個錄音機在那邊錄 一個晚上的那些環境音的變化 因為氣壓的關係 濕度的關係 所以你聽到的那個聲音的傳遞 那個距離都不一樣 我在拍背景程式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mini-mind 然後我們沒有很好的降噪的設備 所有的噪音都是現場控制的 找人去把那個路都長住這樣 真正完整的是我得到 火島送給我那批設備 以後我拍的第一部電影就是《孤嶺街》 《孤嶺街》用的現場錄音設備 真的是很完整的 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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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 清美出馬就在這邊繞 走錯 我這邊可以切到慢車道嗎 先過去 那你剩裡面說不定這個有嗎 那後面是什麼 那後面是什麼 後面就是他要接上的那個 啊 明白 我覺得每一個年代都有好多 而且每一個過程其實是很多人的智慧跟那個貢獻 你知道嗎 所以電影是值得尊敬的 你知道嗎 一個電影就好像一個世界一樣 它有一個自己的宇宙這樣 有參加過影展 你會對你的工作越發的尊敬 有一些人那麼認真的在看你做的東西 你要不要很認真的把你的東西做好 比方說你得了一個獎 它某方面不是在鼓勵我 其實是鼓勵我的家人 你知道嗎 對他們來說反而 被鼓勵的比我被鼓勵還多這樣 所以我所有的獎都是擺在比方說我媽媽那裡啊 給我太太啊 我最早就是在一個大公司裡面的一個職員 認真的工作 然後你有被我的貴人看到 然後送給我設備 貴人那是厚導 然後在成長的過程 我們有養導來幫助 我們拍完《悲情城市》之後 厚導在威尼斯德勤斯獎 片子有在台灣賣錢 他覺得台灣電影會走到全世界去 將來之後便會 所以就把我找去說 你開一套你心目中理想的錄音設備 條件就是你要再訓練更多的錄音的人 那這件事情呢 是到後來我才發現 那那個錢呢是厚導去接來的 我在發展這些聲音的觀念啊 改變啊 其實後面很大的一個支柱就是 楊上導演 他離開台灣一段時間以後 當然我們就比較少見面 我印象中就好像就在這個房間 我就接到他的電話 他就說 欸小路啊來上海啊 我現在在上海啊 你來我們可以碰個面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好啊好啊 我真的會來喔 但是我自己知道 我的公司現在忙碌成這樣 我是來不了的 楊導後來過世以後 我們在台灣也辦一個追試會 余哥就跟我聊到這一段 那一通電話是楊導站在路邊 不然想到我叫余哥播給我 然後說他那天其實 手是持著手帳 然後我就打給我 他說沒有去 我人生的一個很大的遺憾 我並沒有因為年齡而降低的 那些創作的企圖 因為那些經驗可以幫助電影做得更好 不非有一天 這經驗已經不太重要了 有人要喝嗎 我們公司是希望 進來你就可以一直在這裡 快樂地在這裡面工作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電影可以在這邊慢慢 一直被製造出來 我們今天睡醒都很高興 今天又有什麼多事情會發生 也許會有驚喜 聲音是活的 它讓劇情更活 也讓我活著 一心一意 百負單一麥芽維斯基 我都會跟人家說 我的老公是一個比我還欣賞我的人 今天是我生日 別緊張 我以前認識你的時候 你就有跟我說過 你以後一定會讓我以你為榮 其實我一直都以你為榮 好了 噁心話都說完了 別太晚回家 不是早點回家 都不要再討厭自己了好不好